8月19日,菲律宾两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 而且不顾中国海警船的劝阻和警告 以危险方式故意冲撞现场执法的中国海警船 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完全在飞防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对飞防船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规范 我想强调的是 仙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也是无人岛礁 飞防派海警船轻闯仙兵礁海域 企图向在仙兵礁泄湖滞留的菲律宾海警船实施补给 谋求实现长期存在 飞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 严重危害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材 九千亿许五千鱼